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來 我們的晨午,上次在鬼祈小鎮,擊敗了母體,整整了世界,讓這個小鎮再度恢復了瓶頸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啊,我們還是不知道母體為何來到地球,為何要侵占這個小鎮,為何要感染這些人類啊 就是我們還是不知道,我們在不知道母體的原因的情況之下,我們就直接把他打死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對母體有點,先入為止的觀念啊 就是那種,非我族類,齊心必毅,是因為他長得很奇怪,長得像外星生物 我們就認定他是壞人嘛,就把他打死了 雖然說其實他也有做一些壞事情啦,因為他感染了這地方人類嘛 把這些人變成那種,大眼大嘴的萌萌少女漫畫風格嗎? 以為有人講的,又或者像什麼,某某嗎?對 但是我想啊,我甚至是非常好奇母體的原因 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去探尋他來到地球的真相啊 所以今天,我決定要來復活母體,看能不能得知他來到地球的真正原因吧 如果你也跟我要好奇母體來到地球的原因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讚哦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影片,感謝你的支持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始探尋真相吧 好,那我們探尋真相的第一步,就是去尋找母體先把他復活咯 好,那我們就馬上走吧,走吧,我們的成武跟子齊去就好了 其他的小隊員你們在這裡等著 那我們就走咯,我有帶我們的奇異水果 我們用這個奇異水果可以去復活母體 其實我突然想到啊,除了復活母體之外 之前城市上不是有出現一些黑衣人嗎? 就是戴墨鏡啊,穿黑色西裝的人 那是有點超可疑的對不對? 而且他每次都是,什麼都不說 我問他的時候他都什麼話都不說 我突然想到啊,如果他們在出現的話 我們可以在他身上放一些,切靈系啊 我們就可以偷偷的聽聽看,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 是不是 哇,這裡還是有奇怪的聲音啊 雖然說母體已經被殺死了,這裡還是有奇怪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啊,這個奇怪的聲音應該是這裡的電磁波的聲音吧 應該是 我們去地下室看囉 來吧 現在我們打敗了感染人之後 感覺這個地方變得沒那麼可怕了 對不對 感覺變得比較有親切感嗎? 還是因為我們來了很多次了 好,那我們走吧 我們直衝最底下 直接去找母體的屍體 好,過來吧 底下剛成我的咳嗽啊 不是吧 這裡的感染源不是要被清除了嗎? 全物怎麼還在咳嗽? 而且我們不是有打疫苗嗎? 不應該咳嗽的啊 好,應該沒事 我們不要自己嚇自己 嗨母體 好久不見 我們即將見面啦 有沒有想念我們? 嗨母體 他在睡無覺 好,來吧 我們來試一下囉 我們要來復活母體 這裡 revive mother plant 希望我們做的是對的事情 來吧 我們來復活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復活母體 是什麼樣子呢? 全物說母體 又是我了 國際巨星 你有想念我嗎? 幾日不見 來吧 這是給你的水果 哇 哇 他真的復活了呀 天啊 就這樣復活了 哇 我們現在把他復活之後啊 我們除了可以 嘲諷挑釁啊 打鬥跟溝通之外 多了兩個懸頌啊 我們可以跟他要他的水果 還有 可以設定感染程度 由最高 中等 還有一般 好,我們先 我們先不要設感染程度好了 我只是想跟他溝通 丟一顆水果好了 看一下喔 母體 我們是你的救命恩人 給我一顆你的水果吧 哇,真的啊 這下有看到嗎? 他把水果放在他的舌頭上 然後丟給我們耶 所以現在母體變成了寵物之類的意思嗎? 哇,大家看 母體的出手 有些奇怪的電磁波啊 我感覺啊 我們把母體打敗之後 又把他復活 有一種好像我們把他馴服的樣子 對不對啊 因為像他會聽我們的話喔 我們剛剛要水果就給我們水果 我們跟他說要什麼樣的感染程度 還能聽從我們的指示啊 有一種我們成無把母體馴服的感覺 有點酷啊 好吧 我們試著溝通喔 我們看能不能跟母體平和好關係 看能不能從他口中得知 還有要地球真相 我們多試幾次 我們現在跟母體的友好度是歸零了 不像之前是全部紅色條的 我們稍微花點時間試一下 如果我們溝通很多次之後 能不能把這個好感度增加到 母體願意跟我們對話為止 我們來嘗試一下吧 哇,等一下大家看喔 我們現在跟母體的好感度滿個了 有沒有多了新的選項啊 除了原本選項之外 可以跟母體邀請禮物啊 可以跟母體說我要財富 我要 生命延長 我要能量 或者是我要 職業成功了 怎麼這麼酷母體 原來你是阿拉丁神燈啊 原來你是許願書啊 怎麼搞的 原來我們就錯怪母體了 看來他只是想到地球 幫助這些人類實現他的願望而已啊 對不對啊 太酷了吧 我們試一下喔 如果我們該要求財富的話 他會給我們多少錢 我們試一下 陳無說母體 你看 我們現在關係這麼好了 我想要錢錢啊 我要換新房子 我需要大量的錢錢 你要給我嗎 怎麼樣母體 他噴出一些鈔票嗎 他點頭啊 對不對 都有看到嗎 疑似點頭表情 然後母體想出手 還飄散著包子 他有幾根手指頭 他有 七根手指頭 所以他要給我們錢嗎 我剛剛忘了看了 喔 他說一天只能跟母體要求一個禮物 剛剛母體給我們多少錢 好我剛剛看了一下 母體給了我們一千六百九十二元啊 其實還算多吧 不多不少 沒有說很多 我們跟鬼魂借錢的話 他們大概給我們五百塊 所以母體比鬼魂還要大方一點 就是我們奇怪的比喻 沒有啦 之前我們的黑寡夫系列裡 我不是超愛跟鬼魂借那個 名指嗎 借名長 突然想到 好那我們來設定一下感染程度好了 為什麼要設定感染程度呢 因為我想要到鎮上尋找黑衣人 在他們身上裝上測定器 我們來聽一下黑衣人平常 都講什麼秘密吧 因為我記得好像要 感染程度是終極以上吧 我記得感染程度是有一點 有點嚴重了 黑衣人才出現嘛 對不對 好我們設定終極 一般的感染程度 母體小怪 母體成物 來媽媽跟你說齁 那個那個 你把感染程度弄到終極好嗎 因為我們需要尋找黑衣人 偷偷告訴你 我們需要在他身上放棋林器 你不要告訴他喔 母體真的點頭啊 怎麼覺得母體變得有點可愛 有點好笑啊 超方便的 我們剛剛不是知道他把感染程度 設定要終極嗎 我們可以馬上跟他說 我不要感染了 他就會馬上恢復啊 怎麼這麼方便 所以現在如果我們不想感染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跟母體說 他就會收回這個感染的包子緣了 超方便 超方便 果然啊 我們真的是 母體成物成就GAT 超有趣的 好那回城鎮看一下吧 我們找幾個黑衣人 偷偷在他身上放一些切聽器怎麼樣 跟著超有趣的 好那回去囉 母體成物掰掰 成物媽媽之後再也看你 好有囉 城鎮上開始出現黑衣人啦 這個什麼都不講的黑衣人 來吧 我們城鎮馬上 在身上偷偷放一個切聽器 我們試一下吧 呃 放切聽器的選項在哪裡 怎麼瞬間找不到 我們城鎮跟他來個歡樂自我介紹 來 城鎮說 嘿黑衣人 我喜歡你的髮型 你的墨鏡也不錯 超帥氣的 好來喔 我們試一下 可以偷放切聽器嗎 我喊不出來聊天呢 城鎮的國際巨星魅力 果然非同反響 我們城鎮剛在身上 城鎮的放下切聽器喔 太好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給我去偷聽了 我們多放幾個好了 我們看一下 還有黑衣人嗎 有欸 這個是黑衣人對不對 對沒錯 好來吧 我們城鎮來跟他 直接來放嗎 我們先來個歡樂自我介紹好了 假裝友好 城鎮說 嘿帥哥 我也喜歡你的墨鏡啊 你的墨鏡超好看的 你的西裝好黑 超棒的 還有格調 好來放下切聽器吧 我們城鎮來跟他 擁抱一下 摸摸放個切聽器 太好了 他沒有發現吧 我是專業的 pro級的特務 好太好了 他沒有發現喔 所以我們去摸摸的放了兩個切聽器了 好詭異的黑衣人嗎 我們這個科學家包放一下 試一下好了 來科學家也不要走 科學家我們也放一個喔 放一個切聽器喔 我們先來個歡樂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完畢之後 就來放切聽器 多放幾個多聽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啊 我們也在這科學家身上 成功的放下切聽器 沒有人發現 這個是陰謀論主義者對不對 對耶 他是陰謀論主義者 我們再吃上一棒的切聽器好了 來吧 來個擁抱 好太好了 我們回家聽吧 我們先來聽 神秘黑衣人好了 我突然發現他們在練習格鬥耶 雙好好訓好幾星 也太有趣了吧 看到雙打鬥好新鮮喔 之前你有看過 我打我眼睛了 你小心點 你靠臉吃飯的啊 好的來吧 我們成無來聽一下 我們先聽 第一個 神秘黑衣人1號 聽一下 他到底在說是什麼呢 看你們從他口中 得知一些母體來地球的真相呢 雖然說目前啦 看目前看來我感覺母體其實 並沒有那麼多的惡意耶 對不對 因為只要帶關係夠好的話 他這還願意給我們成無實現我們的願望啊 這個太神奇了吧 我們成無調一下 輸入什麼 通關密碼 看一下神秘黑衣人的位置在哪裡 什麼 神秘黑衣人跑到了 實驗室裡了嗎 他就見了母體嗎 他跟母體說什麼 不要亂說話影響我的母體寵物啊 而且乖寶寶 母體 不要隨便跟陌生人講話 很危險的 哇 我們聽不到黑衣人講的話了 他就 嘚 嘶 他還說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阻擋訊號啊 所以我們不知道黑衣人說什麼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聽第二個黑衣人呢 黑衣人2號 哇 黑衣人2號也是一樣啊 也是說 訊號被阻擋了 所以我們聽不清楚他們講了什麼 怎麼會這個樣子 難道 我們在身上撞切心器被發現了嗎 或不 我們來聽一下 這位陰謀論主義者好了 Tiffany 我們聽一下 陰謀論主義者說 我告訴你 一定要有什麼東西在這個凹槽裡發生啊 我有在天空看到奇怪的光芒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都在實驗室裡玩耍了一個星期 你現在才知道啊 慢太多了 我們聽一下科學家吧 看科學家有什麼話要說呢 不過真的好可惜喔 我們居然聽不到黑衣人說什麼啊 我還以為我們來確定黑衣人 會是得知真相的關鍵呢 這科學家說 我只是一個植物學家啊 對於外太空的石頭 我什麼都不知道 太好笑了 那我們回到母體這裡了 因為我想要把感染程度 降回沒有感染了 母體又是我們啦 你的國際巨星 成武主人 你把感染收回來吧 把你的包子們收回來好不好 哇 點頭囉 超乖的 根本是乖寶寶一美啊 我真感覺我們錯怪她了 其實母體感覺沒那麼難相處啊 她人海不錯是不是 好了 她把她的感染程度收回來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好 那這樣綜合看起來的話 我感覺母體啊 對於地球並不是有太多的惡意啊 因為如果我們跟她好好地溝通的話 好好相處的話 她還會幫我們實現願望啊 所以我感覺其實 如果我們對她釋出善意的話 她也會對我們釋出善意 她並不都是一定是壞人的 如果我們想跟她交朋友的話 她也會跟我們交朋友啊 這件事非常神奇的事情 其實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怎麼感覺母體是被黑衣人利用啦 我感覺母體可能只是想來地球 交個朋友嗎 我感覺母體有可能 只是對地球出於好奇嗎 所以才過來了 出於好奇才過來 結果黑衣人可能想要利用母體的包子 去操控當地小鎮居民嗎 我不知道我的猜測啊 因為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感覺黑衣人是非常有防備心嘛 她們好會避免自己被竊聽啊 和干擾我們的訊號嗎 所以我感覺黑衣人 其實她們應該是有什麼陰謀的 相較起來的話 母體只要我們對她釋出善意 她也會對我們釋出善意的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可以推測 黑衣人可能是想要利用母體 來操控當地的居民嗎 我不知道耶 這是我的猜測啦 好吧 雖然說我們對母體來到地球的真正原因 還沒有一個非常直接的回答 可是至少 我們對於這整個鬼奇小鎮 還有母體 還有黑衣人之間的謎團 有更深一層了解了 是不是 我們對母體 認識到她另外一面啊 其實蠻好玩的 看著我真的覺得她沒那麼噁心啊 沒那麼可怕 還是我們看習慣了 喔不 這種東西還是比較習慣比較好 至少我們再多了一個宠物 好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一既有訂閱的話可以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發洋片通知囉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來母體跟大家說個掰掰 掰掰 掰掰 我突然發現 我們有個該要禮物了 我們這次該要求能量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該要求能量的話 它會有什麼反應呢 全無什麼表情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全無跟它溝通的時候 全無這個表情 但有發現嗎 全無要跟母體溝通的話 就要露出這個 可愛的水龍王大眼睛 怎麼樣母體有給我們能量了嗎 喔唷 母體好像把我們能量桃補滿 然後讓我們處於充滿活力的狀態 好吧 那就真的 掰掰囉 可以讓我們留一點